教育會大樓改建後 成了陳博會的展場 展示基隆席日的漁業文化和水產歷史 讓參觀者彷彿時空倒轉 而在和平島的諸聖教堂 介紹考古成果 見證大航海時代的重要角色 基隆城市博覽會首次亮相 讓民眾循著遺址 認識400年前西班牙人來台的點滴 過去的基隆並不是現在市中心區的基隆 其實過去的基隆是以和平島周邊地區 作為發展的一個起點 那我們基隆作為台灣的一個起點城市 有很多的第一 有很多的起點 是從基隆開始 我們的舊漁會大樓 是台灣漁業現代化的起點 我們的正兵漁港 曾經是全台灣最大的遠洋漁業的基地 所以 有一個因緣 有一個歷史的契機 我們非常感謝金融區漁會 我們理事長長間 還有包括我們總幹事 所有的會員代表 把舊漁會大樓 無償的捐贈給基隆市政府 讓我們有了一個新的一個機會 所以那個時候市長很大膽的在提出大基隆歷史場景計畫的時候 把舊漁會大樓把它納了進來 如果大家還記得那個時候市長怎麼樣在描繪這個願景 市長說 我要用舊漁會大樓作為整個正兵的觀光歷史廊代的起點 基隆城市博覽會即將登場 B展區以舊漁會大樓為主要展區 結合周邊總計有五大藝術展覽 三處多元市集兩件夜間光雕 要帶給民眾海味的藝術饗宴 B展區是以文化藝術作為基底 加上產業跟生活 所以從106年以來我們開始做潮藝術 108年選擇在正兵作為基地以來 我們就希望我們所有的策展 都是跟生活跟人民 跟我們的生活心態能夠結合在一起 那這幾年來 曹藝術受到非常多人的喜歡 也得到無數的獎項 我想這是B使我們可以在前進的一個力量 今年我們的策展的活動選在 剛修復完成的正兵與會大樓裡面 我們挑戰了不可能的任務 要在歷史建物裡面進行策展 對各位藝術家跟策展男人來說 我想是非常的辛苦 沒有辦法用任何的一根釘子釘在牆上 所以討厭到你們一個最 有史以來最難的一個策展的方向 但是我想基隆做得到 台灣就做得到 像這棟原本是舊真兵派出所 經過設計師一番改裝 白色流線的設計 充滿了漁港特色 常被民眾誤以為是飯店 從我們的色彩屋 開始一步一步的做 我們城區接闊的 這樣的一個改造過程當中 我也要非常感謝我們漁會 也能夠幫忙來協助 正兵舊漁會大樓 談了非常的久 荒廢非常的久 也感謝市長文化局相關的單位 能夠跟漁會談好 以及後續的開發的手段 那我們另外看到的 我們的舊的正兵派出所 我從這個角度 第一次看到正兵派出所改變 我們是跟文化局一起 在正兵漁會大樓 測了一個有一種味道在基隆上岸 剛剛市長有提到萬博市集 其實市集談的就是食物喔 那我們在面對國際的時候呢 我們這裡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口岸 所以呢 我們在正兵漁會大樓 設立一個展 那這個展呢 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多元的飲食的文化 透過這個展來做一個展現 那另外呢 這個靜態展以外 我們在這個地方也辦了市集 剛剛市長在問說 那這個市集是什麼市集呢 我們這個市集其實是分成兩個階段 這個我要謝謝我們的佐腦跟米粒 那由佐腦跟米粒來作為一個策展的單位 那在這個地方 我們有這個大基隆市跟我們的海口味的市集 那我想這個市集呢非常的精彩 白天逛曹藝術 入業之後更有不能錯過的 海派浪漫光雕秀 今年的光雕展演 不僅有滿滿的基隆意象 還邀集了800多位小朋友作品 變成光雕秀的展演一部分 基隆城市博覽會B展區搶先曝光 邀請全國民眾來到基隆 感受不一樣的海港風情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